说起迪迪热巴和乔欣的唯一交集,那应该就是陆寒了,一个在奔跑里和陆寒组成了陆DCP,配衣脸的颜值深受大家喜欢,而乔欣和陆寒在约巴大明星里的互动也非常有看点,妥妥的一名陆吹,本以为两人今日应该没啥交集了,但因为一件丑到爆的裙子,又将两人关联到了一起,没错,就是在综艺节目中被乔欣吐槽成东北黑龙江囤子嘎子,这件裙子被热巴穿了, 还配上了一头的白金发,有言就是任性,果然日巴穿上它参加活动一出来就被网友怼,这恐怕是日巴穿过所有衣服中最丑的一件了,但小巴细细的对比,正因为有这一头的白金假发,日巴竟然将这条土调渣的裙子穿出了一些些时尚感,果然,再不好看的衣服如果颜值够高的话,驾驭起来也不在话下,但在对这一裙子的评价比拼中,乔欣的吐槽明显占了下风, 面对现场的工作人员,她的吐槽声可压根没停过,据小斌了解,当时是节目的靠子需求,为了帮助日爱二次元的一个女孩,乔欣要扣子成冰雪女王,这件裙子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,但被乔欣点成这样,小斌还真是第一次见。